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可能 伴随着快速的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从量变到质变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也可能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这种变化 聊一个小事 但是这个小事为什么叫小事 因为不是中国发生的事 就是小事 但是这个小事呢 也许不久会在中国发生 我渴望它早点发生 所以呢聊聊这个小事 我很希望通过这个小事 给国内很多通过这个小事 对自己有感受的人 一些很好的警示作用 好吧 这个事很简单 就是根据前段时间 孟加拉国的主流媒体 打卡论坛报的报道 在哈希纳总理 这个国家原来的总理哈希纳 逃走以后的那一天24个小时内 孟加拉国内就有29个原本属于孟加拉人民联盟的功臣家族 被愤怒的孟加拉老百姓灭族了 孟加拉人民联盟成立于1949年 跟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时间一样 1949年 而且也有中国共产党辅助成立 有中国共产党的帮手在里面 帮助他成立了 那1952年改组 在孟加拉这一次 咱们都知道大规模的反特权革命爆发之前 这个联盟 这个政党 我们可以看成是孟加拉的中国共产党 一直是独裁统治的政党 对孟加拉 哈希纳是这个政党的党主席 同时任孟加拉国的总理 这个总理是真有实权的 很多国家我说过 有的国家总理有实权 有的国家总统有实权 那么这个是共产党的党首 这个国家真有实权的 好吧 那么这个哈希纳自己主导的孟加拉 叫公务员配合制 什么意思 就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的人 从哪来 政府各部门掌握实力权力的人 从哪来 那么必须是什么 叫公务员配合制 必须是孟加拉国人民联盟 功臣家族的后代 现在中共也是一样 中共我们看那么多高层核心层 政部级 副国级 政国级 那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在上到这个级别的时候 都要经过一个很重要 叫政审 政治审查 那么要限制中国 所有政部级以上领导的父母 一定是老的中共党员 也是中国共产党老的叫功臣 那这样的人也叫功臣家族的后代 如果不是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们家里有什么国外的亲戚啊 当大地主资本家啊 等等这些人 是不可能成为中共的高层官员的 所以实际上呢 中国的制度跟孟加拉的制度 孟加拉叫功臣家族 实际上名称叫都不一样 骨子里是一样的 那这个孟加拉的这个党主席 就保证自己国家政府各级人员 都得是孟加拉共产党功臣家族的后人 经过政审 在这种制度的保护下 那么孟加拉国人民联盟执政党 就可以一直放心自己 对孟加拉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进行坚持不断长年的剥削跟统治 然后还可以随心所欲的 对这个国家所有国民的财富 进行贪腐 这个是他们自己要做的 进行贪腐 那中共其实在国内也是一样 中共选执政党 经过政审 也是功臣家族 可以保证他们自己 一直要进行剥削和压迫 但是呢 任何一个剥削跟压迫 都是有极限的 咱们知道孟加拉人 其实他的忍耐性 比中国人强大多了 咱们都知道 很多南亚的人 比中国人能忍 因为他们生活的水准很低 但就这种情况下 当这种剥削跟压迫 到达了他们期限以后 不愿意做奴隶的 这些孟加拉国的人民 还是会起来反抗 咱们老说一话叫 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无需再忍 所以孟加拉国呢 就爆发了反特权革命 最终这个革命 量变到了质变 那孟加拉这次反特权革命呢 就导致了孟加拉国的总理哈希纳 这个党首就出逃了 出逃之后 孟加拉国老百姓人民 自动就爆发了对执政党 对孟加拉的共产党 进行疯狂的个人报复 个人惩罚的过激阶段 过激行为 那根据达卡论坛报报道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 一天之内24小时 29个重要家族 全部都被灭门 比如像原来人民联盟重要的议员 什么麦的沙哈阿拉姆 那直到这个出稿子的时候 达卡论坛报出稿子的时候 这场波及孟加拉的 报复性的杀虐 还在进行中 做巨部完全统治 估计到现在孟加拉国 人民联盟的家族 被处决的 这样子已经超过100个了 那么达卡论坛报预测 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恐怕 在孟加拉国政局稳定以后 是很难看到有活命的 孟加拉人民联盟 也就是孟加拉共产党的功臣后代了 就是全干死了 不仅如此 就是这些人都被弄死了 之前曾经参加镇压 孟加拉国人民特权革命的 大量警察都自动把衣服脱了 隐姓埋名 躲在乡村携带家人 左藏右躲 东藏西躲 达卡论坛报称 孟加拉国全国至少有400多个警察局 遭到了袭击跟破坏 期间至少50名警察是当场丧生的 许多警察局现在都是废墟 孟加拉国的警察系统 现在全部都失控 人群楼空 大街上没有任何警察执行 之前曾经参压过镇压的警察 现在都是半城平民 东躲西藏 有条件出国 没条件在国内躲着 身份如果暴露 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 都是必死无疑 这是孟加拉自己的官媒自己说的 在本次孟加拉人民的抗议示威中 拒绝朝人民开枪 脱下警服 参与到人民群众中抗议现有政权的 这些警察 都得到了孟加拉人民的回报 不仅为明确的放入到好人名单 咱们可以看成叫白名单 保护起来而且基本可以确认在未来新政权的建立中 这些人因为坚定能跟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 都会被得到提拔 甚至会委以重任 这人家原来报纸上写的 我跟说一下 这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怎么写的 明白了 达卡伦南报称 实际上这场革命爆发开始 总理哈希那实际上是有办法来让这个革命缓征的 就是迅速下令撤销 配几制 公务员配几制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运动是有可能逐渐得到平息的 量变到质变 就这么一个点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但是由于支持哈希那上台的这个孟加拉国人民联盟 也就是孟加拉国共产党 这些功臣家族的后代们太过于贪婪 经过几次开会内部下谈 希望这个执政党永远能成为1.7亿孟加拉人民永远的主子 最终就逼得孟加拉人民和这些贪婪的统治者图穷必见了 革命爆发期间哈希那集团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就是命令警察向抗议的人群开枪 先后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这等于就吹响了这个人民反抗的集体号角 为孟加拉国人民联盟背负上无法清洗的血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翻过来这些人都在被灭 灭族的原因 所以这些功臣家族在开始对人民开枪的时候 实际上就主动断绝了自己的生路 还是老话题 其实孟加拉人民呢 承受压迫的这种力量能力比中国人是强大多了 但是一旦突破了这种忍受力 带来的结果反抗的力量就是无限的强大 最终的结果呢 其实也蛮残酷的 好吧 这种景象某种程度跟1989年 罗曼尼亚执政了24年的总统齐奥塞斯库 因为一次公众演讲的瞬间 被一个民众喊打倒 这个时候结果迅速就被打倒了 夫妻两个人 总统啊 24年总统从被审判到被枪决 就用了20分钟时间 枪决 齐奥塞斯库这位总统的地址是一个公厕的墙角 公共厕所墙角 被打了100多枪 打完了以后 两个人像筛子一样的遗体 在那整整放置了五天 最终到底是扔在哪个坑里被埋了 迄今也没有人知道 当然不仅是89年 再往前推 中国本身的国家在抗战胜利后 当时对付所谓的汉奸 还有内战结束时候等等 都有过类似的场景 我讲这些事是为什么 我很希望听得懂 我讲这些话的 中国国内的中共的基层人员 底层人员能明白我给你们大家传导的是什么能够什么意思 如果你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按照现在这种走向 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可能 伴随着快速的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从量变到质变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可能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这种变化 只要你们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那你就应该好好去想一想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一旦量变到质变 大量的底层社会矛盾一定会向上层传导 那上层传导的社会矛盾 这些里面很多人自己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啊 规避困难呀 为了推卸责任转移矛盾的时候 一定会伴随他们 引导爆发一次真正的中国的一次革命 中共内部从底层传导上去 在上层引导带来的革命 就跟那时候黎元宏被拿过去做革命一样 当然了 中共如果一旦革命 他的社会的这种景象 因为国家太大 各地方人太多 而且民族也多 那可能产生景象比孟加拉还要激烈 在局部地区 比如说在新疆啊 在内蒙啊 在西藏等等 还要激烈的多 所以呢 就建议 如果你现在是中共的基层或中层官员 千万不要做中共的走狗 不要做中共的打手 聪明点 做人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 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 有人说 中共非常很不怕 放心 没有再尖锐的堡垒 也没有一块钢铁的 有明白的 有傻的 那些狠的 那都是傻的 蠢的 有明白的 因为我讲过 上层很多人都明白了 好吧 而且希望中国国内那些中国共产党 明智的这些党员们 一定不要幻想 革命发生的时候 中国人还能有理性 这你怎么能幻想啊 这十几年上千万人 无数的冤案 中国共产党从四九年到现在 迫害了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家庭 制造的冤案加起来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就是你怎么能想到 一旦这个政权倒台的时候 这个底下的人上来会有理性呢 这么大量非理性的事情发生 就像我说 像新疆 像内蒙 这种非理性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那个社会景象 绝对不比孟加拉现在差 甚至比孟加拉现在还要疯狂的多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有一个建议 对吧 就给大家有一个建议 就如果你在中国共产党中层下层 对吧 你当官跟你又没啥关系 所以就是你自己的内心 我希望一定是放到人民这边 把自己摆在一个自己能忍受得了的 承诺的好的道德和良知 放在心里面 所以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 不管上面给什么任务 对吧 但你明确明面上糊弄糊弄中共 底下还是要做帮助中国老百姓的事 这为什么呢 就北京啊 上海最近出了很多文件 把什么城管的权力搞得无限大 然后呢 公检法权力现在越来越大 也是公安部啊 这个给了好多文件 就是可以很大的权力 因为乱世了嘛 到处能抓人能惩罚人 但是这么大的权力给了大家 可别傻傻的拿这么大权力 真的就疯了一样 像狗一样到处去咬人干坏事 明白吗 你要一定要想到 在现在这个阶段 不要给自己背负大量的业障 人家不是叫因果报应吗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 明天给你拉清单 所以到倒霉的时候 你就没法控制了 对吧 就别说中国现在革命了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没革命 中国这么和平 共产党控制的这么好 这么平静的时候 你看看像张维为胡锡进这种人 敢不敢随便上大街 随便去超市买东西 敢不敢 就这么好 没有革命 你放心 他们出来一定会被人打 肯定会被人打 这为啥呢 因为业障太多了 闯的货 让很多人的生活都没法去过 你说他是不是得挨打呀 是不是得挨打呀 你说这个人因为胡锡进的忽悠 自己拿一百万炒股票 现在如果还剩五十万 你说他不打胡锡进 对吧 胡锡进自己说 我也亏这么多 你他妈亏你忽悠大家炒股 你自己炒就完了 对吧 所以如果你脑子好使聪明 这个党干好干坏 跟你有个蛋关系 但是他危机来了 如果中共带着中国一片向好 未来一片光明 对吧 我也赞同你骑墙派 你就跟着他往前跑 没问题 赞同 为了个人保证 但是你发现他已经摇摇欲坠 问题这么多题 全是楼子 你都天天看他楼子 内部举报举报 都疯狂这么多楼子 那你就知道 大概率这个大厦是不稳的 你要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不给自己安排后路 那我就觉得你可真的是挺傻了 好吗 前两期咱们都负责任的讲过了 很多中共的高层 都在开始给自己安排后路了 高层都开始布置了 所以如果你还是傻傻的 无脑当中共的走狗 打手 那能说什么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对吧 那只能说的 这么多了 其他我就不说了 好吗 所以这次孟加拉革命 现有的这些场景 一定要给大家警示 这是真实的 这么多人 家庭 你得为孩子 所有的人瞬间烟消云散 所以你真的要想想 不要把自己 傻傻的有一天 轮到那个地步 好吧 谢谢大家 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 祝国内的朋友 晚安 国外的朋友 心想事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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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